我的媽媽醒了我 所有東西都盡量了 我們和我們有一個小的衣袋 我的兄弟和我 我媽媽說 拿著所有重要的東西 然後我們離開了 出生在俄羅斯的美國攝影師 丹安娜·馬克西安後來回憶 當時只有七歲的她 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直到二十多年後 她才意識到自己的人生 是如何被那個決定 戲劇化的改變了 1990年12月25日 米哈伊爾戈爾巴强夫宣布辭職 第二天 蘇聯最高蘇維宣布蘇聯正式解體 隨之而來的是對社會經濟毀滅性的打擊 廣泛的失業和惡性通貨膨脹 讓了外星難以承受 丹安娜與解體前夕的1989年出生在莫斯科 父親阿森是擁有博士學位的工程師 母親斯特拉維娜也是經濟學博士 但殘酷的現實是 他們只能通過在黑市 售賣假冒的芭比娃娃衣服 或者在紅場上為遊客畫俄羅斯套娃 或者在街上撿瓶子 這些來維持生計 生活的困境導致了家庭的分裂 丹安娜的父母最終選擇了分居 母親帶著一雙兒女留在了莫斯科 父親則另冒生路 在那些灰暗的夜晚 一部閃耀著加州陽光和富足生活的美國肥皂劇 《生巴巴拉》 給許多俄羅斯家庭帶來了片刻的輕鬆和無限的遐想 母親斯特拉威娜做出了一個決定 她要改變這種生活 她要去美國 而對於當時的她 可能最現實的途徑 就是所謂的有夠信仰 她在廣告中寫道 我是一個來自莫斯科的年輕女子 希望遇到一個善良的男人 帶我看看美國 在所有的回复中 一封來自聖巴巴拉的熱情誠懇的信件 吸引了斯特拉威娜 從照片上看 那是一位英俊的中年男子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節目開頭的一幕 1996年的一個夜晚 戴安娜和她的哥哥被母親喚醒 茫然無措地登上飛機 第二天他們才意識到 自己已經身處既熟悉又陌生的加州聖巴巴拉 自此 肥皂劇一般的情節 就在他們的生活中緩緩展開 來接他們的那個男人 早已不是照片中的英俊中年 而是一個六十多歲身材魁梧的老人 所幸的是 這名叫依賴的男子也並不是什麼壞人 他對母子三人照顧有加 不久後 斯特拉威娜就和她結婚了 這段關係維持了九年的時間 期間斯特拉威娜學會了英語 取得了學位也找到了工作 兩個孩子也適應了美國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伊萊突然提出離婚 將母子三人留在一家汽車旅館 再也沒有回來 上面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 丹安娜從童年到少年的懵懂時期 她對這些經歷的印象可以說非常淡薄 實際上在她27歲的時候 母親才向她透露了一部分細節 比如征控廣告這種事情 那說到這裡你是不是早就感覺哪裡不對了 剛才那些圖像好像是一個紀錄片 或者電視劇的感覺 而且有些照片看起來 確實很像是家庭快照啊 其實這些照片都是假的 即便是那些看起來特別真的 也是表演出來的 在丹安娜剛剛得知這些事情的時候 她的第一反應是憤怒 是一種交織著複雜情感的憤怒 她憤怒母親的獨斷和隱瞞 母親當年單方面出走的決定 讓她20年來和親生父親不能相見 另一方面 依賴在她的成長中承擔了父親的角色 她對依賴是有感情的 但對於母親和依賴的關係又難以判斷 她不願意相信這始於一個交易 但是這些年母親為了給兄妹倆提供更好的生活 所付出的辛苦和犧牲 她也都看在眼裡 站在女兒的角度 想要處理這種情感顯然是非常的矛盾和痛苦的 於是她選擇了通過場景重建的方法 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切入自己家庭的記憶 丹安娜把自己放在導演的位置 把這些經歷轉換成故事劇本 之後招募演員來扮演她的家人還有她自己 在這個過程中 她努力把自己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剝離出來 並且尊重演員對角色的理解 丹安娜對此的解釋是 她需要把它看作一部幾乎是虛構的作品 這樣她才能接受它 處理它 否則那太痛苦了 所以在這部作品中 我們是可以明顯地感受到 整個故事它並不是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出發 不是一個女孩對家庭過往的回憶 而是從一個平等的女性的視角出發 通過重建這個家庭的過往 試著去理解她以一個母親的身份做出的一系列選擇 這是一段艱難的穿越痛苦的旅程 但同時也是有效的 扮演斯特拉威娜的演員 是從380多位候選人中選出的 她本身也是一名藝術家 在長達一年多的合作裡 她深入研究了斯特拉威娜的形象、性格、句子 憑著細膩敏感的直覺和強大的同理心 完美地詮釋了這個角色 她是虛構的同時又是真實的 為生活而憂心忡忡 出到一國的緊張不適 她內心的掙扎 她的勇敢和脆弱 妥協和失望 都是無法抹去的深刻記憶 在創作的過程中 丹安娜重新經歷了母親走過的路 以一種可以承受的方式 同時這種跳出自我身份的局限 保持一定距離來審視自身經歷的方法 其實是一種非常智慧的選擇 就好像我們小時候 真的是跟父母過著平行的生活 我們活在自我的世界裡 永遠不知道他們正在經歷什麼 直到長大以後我們漸漸意識到 他們一樣都是普通人 會衝動、會糾結、會軟弱 也會犯婚犯錯 我們中國人講養兒方之父母恩 這個恩在我看來 它並不是所謂的給予什麼 這個給予其實是雙向的 當然這個一扯起來就是糊塗帳 根本說不清 我想說的是 所謂知恩 它其實是一種同理心 是為人父母後 才得以更深切的體察 我們父母曾經面臨的那些處境 才有可能理解他們做出的一些選擇 而不是僅僅站在一個孩子的立場上 和他們進行對話 你看這就是通過身份的切換 來達成的同理心 簡單說 就是我們都聽過的一個大道理 試著換個立場考慮問題 和自己保持一定的距離 不要只從自己的世界出發 我們在社會生芭芭拉 作品的製作過程有一個非常難忍馴的點 戴安娜曾經把拍攝的台本拿給母親 哥哥還有遠在亞美尼亞的父親 他們都給出了修改意見 但最終發現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敘述 人們會選擇自己想要記住的 也就是自己所相信的 這就是一個羅盛門拼拼湊湊 才可能更接近當時的真相 而對於戴安娜來講 事實上的真相已經無關緊要了 他更感興趣的是大家如何共同把它拼湊起來 在這個過程裡 他重新認識了母親 也看到了生命中真正塑造自己的 重要卻隱秘的那一部分